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時間3月20日 歡迎收看本期的萬維讀報 我是Cherry 中共黨魁習近平超期連任後 狀況跌出 今年的中共兩會也頗不平靜 不僅有官二代 駕車 衝擊新華們 也有人民日報小三 衝擊部長記者招待會 更關鍵的是 習家軍只會一味逢贏 其他中共幹部已經全部躺平 任由經濟下滑 習近平的統治只是表面穩定 兩會後 他離開京城首站考察湖南參觀毛澤東的母校 專家指 習是根深蒂固的毛主義者 現在權位不穩 為保江山 他要拉毛這張大旗來顧權 習在湖南參觀中外合資企業 則被認為是印證中共自己的所謂 心智生產力是個笑話 中共黨媒新華社稱 3月18日下午 習在湖南省長沙市 先後考察了湖南第一師範學院 城南書院校區和巴斯夫山山電池材料有限公司 根據報導 習到達湖南考察的第一站 是湖南第一師範學院 這是毛澤東的母校 毛澤東曾在湖南第一師範學院求學任教8年 官方視頻顯示 習在一眾官員陪同下 參觀毛在學院讀書時住過的宿舍 房間裡只有一張床掛著文帳 鋪滿了被褥 黑色床架上的標誌牌寫著毛澤東的床位 習近平來走毛左路線 在黨內集權之士被指筆接毛澤東 去年12月26日 是毛的明誕日 習也曾率領官員在毛澤東紀念堂高調吹捧毛 以毛的正統傳人自居 震懾黨內潛在的反對者 悉尼科技大學副教授馮崇毅3月20日表示 毛澤東是建立中共政權的 他在中共黨內的地位擺在那裡 習近平現在遇到普遍的質疑 他要靠毛這張大旗來去鞏固他的權位 在中共二十大進入黨魁第三任期的習近平 表面上大權在握 但目前統治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由於在三年疫情期間大搞清零封控 鬧得天怒人怨 民心喪失 放開封控後 中國經濟持續停滯 失業率高漲 當局卻要求唱經濟光明論 同時 習將政權安全放在經濟之下 加醋外資撤離 在黨內 近期習近平不得不拿下 親自提拔的李尚服 秦剛等 軍隊和外交系統高官 他的用人也受到質疑 此外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會遲遲未開 外界認為也與中共內斗有關 冯崇義還說 習特別跑到毛的母校 也表明他的思想更接近於毛 他是根深蒂固的毛主義者 習的現在思想就是60年代 當紅小兵 讀小學接受的那些價值觀 他是屬於那個時代的人 心裡非常崇拜毛 這是他的底色 他講不忘初心 牢記使命 這個初心和使命就是毛給他那個東西 他要回到那裡去 這次習在湖南 除了參觀湖南醫師 還參觀了中外合資企業 巴斯夫山山電池材料有限公司 這家企業是德國化學公司巴斯夫 和中國企業山山2021年共同成立的 巴斯夫持股51% 中共新華社20日發文吹捧說 習參觀一笑意起 為加快發展新智生產力 釋放出明確信號 但熟悉中國經濟及投資的北美投資顧問 Mike日前對媒體表示 中共的宣傳很快把新智生產力上升成一場運動 根據中共對新智生產力的定義來看 完全是改變科技工業的一場革命 其實 目前即使歐美聯手 也不一定有這樣的實力 繼芯片大躍進後 另一場蠻幹很快將在中國上演 新智生產力將成中共各級官員貪腐的新招牌 其結局也會爛尾 有評論說 習在湖南參觀的這家企業是中外合資的 折射出中共自己的所謂新智生產力 就是一個笑話 因為真正的新技術 高端技術 尖端技術 都不在中共那裡 據官媒發布的畫面顯示 陪同習到湖南的中共高層 有中央書記處書記蔡奇 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 及國家發改委主任鄭山杰等人 這幾人均是清一色的習家軍 但卻被網友嘲笑 更可笑的是 鄭山杰在不久前的人大新聞發布會上 還被人民日報的記者情婦要鋪上去抓臉 為了讓有款的算法可以更好地推薦我們的節目 讓我們的聲音傳播得更遠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為我們的視頻點贊 感謝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讓我們來接著看第二條新聞 根據台灣媒體的報導 3月上旬就在距離李克強去年10月27日過世4個多月後 中央社記者來到他的安徽合肥的故居周邊採訪 有了驚人的發現 李克強當年居住過的平房大院 早已成為兩座居民樓 這裡是他少年時生活過的地方 曾經的安徽省文史研究館大院 去年10月底曾鋪滿鮮花 眾多民眾圍繞居民樓致意或哭泣 但現在看似一切恢復正常 不過 欄杆上卻掛了一塊布 上面印著作家鲁迅1919年發表在新青年雜誌上的文字 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 只是向上走 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 能做事的做事 能發聲的發聲 有一分熱發一分光 就能引火一般 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 不必等候聚火 此後如今沒有火炬 我便是唯一的光 報導推測 這塊布市在民眾追到李克強的熱潮過去後才掛上 否則可能和那些鮮花一樣 早就被當局清掉了 報導說 它讓人想到去年10月底上海的萬聖節遊行 年輕人用各式裝扮對當局疫情處理或對時局表達嘲諷和不滿 其中有人就裝扮成魯迅 穿著長衫 黏上胡子 一臉正經地念著上述這段話 同時還手持牌子 上面寫著 學醫救不了中國人 報導評論 當許多人討論中國青年的躺平又不那麼消極的人 或是不僅僅關心自己的學業 就業 買房問題的年輕人 不要忘了 促使中國防疫政策改變的白紙運動最先就是學生發起 另外報導還說 一名上海教師給高中生課外輔導時 有學生在課堂上問他 您真的相信共產主義嗎 另一名學生的反應則是立刻緩顧四周 問有監控嗎 還有一次另一名高中生問他 該保持清醒還是糊塗呢 這是個愛閱讀的孩子 與老師的交流中提到了歐威爾 尼采等不同人的著作 這名老師感到驚訝和欣慰 他告訴中央社記者 在鋪天蓋地的宣傳中 還能有這樣的獨立思考 可見瘋不死呀 對於想知道他看法的學生 他會下課後再討論 然後分享學習來的不同觀點 這家臺灣的媒體認為 在民主國家表達對政府不滿或質疑很正常 但是在言論管制及數位監控強大的中國 心心點點地反對言行 反而讓人覺得暗潮涌動 據報導 中共湖南省洞口縣政協主席尹小龍 被曝出因為買春幼女遭到警方的逮捕 洞口縣人大常委會發聲否認 否認內容卻說是因為尹小龍 買春的對象已經超過14歲了 所以不算幼女 只算是嫖娼 據中國大核報報導 52歲的尹小龍加入中國共產黨已經30年 從2017年11月開始到洞口縣人民政府就任 曾經擔任黨組成員副縣長 目前為縣政協主席 尹小龍近日被曝出因嫖宿幼女遭到警方逮捕 洞口縣人大常委會主任欧陽佑春卻做出了澄清 表示爆料內容不屬實 尹小龍只算是嫖娼 因為對象是14歲以上的 至於詳細情況不方便透露 以警方通報為準 中國網友則紛紛痛批 雖然14歲以上 但還是未成年人 話重點 14歲以上也就是沒成年 14歲以上所以不是幼女嗎 可能剛過14歲 好黨員必須保護 不能讓未成年幼女禍害 我們中國也有自己的蘿莉島 這就是沒未成年人保護法了 很多評論認為 這是當局為官員開脫罪責 如果是嫖娼 最多拘留幾天就完事了 而嫖宿幼女往往會判刑10年以上 甚至更重 3月20日週三 彭博社報導 知情人士說 拜登政府正在考慮將與華為有關聯的多家 中共半導體公司列入黑名單 此前 這家電信巨頭去年取得了重大技術突破 報導指出 此舉將標誌著 美國遏制中共在人工智能和半導體領域雄心的行動再次升級 這將加大對華為的壓力 知情人士說 可能被列入黑名單的公司 包括芯片製造商青島斯恩 升維序和深圳彭星序技術有限公司 拜登官員還在考慮對中共領先的存儲芯片製造商 常新存儲實施制裁 在常新存儲被確定為潛在目標後 傑富瑞分析師Edison Lee寫道 很有可能會有更多中國公司被列入美國實體名單 這容易實施和證明 他將進一步阻止某些關鍵的中共公司 利用目前出口限制的漏洞 據其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除了實際生產芯片的公司外 美國官員還可能制裁深圳 彭晋高科技有限公司 和新凯來技術有限公司 這位知情人士說 人們擔心的是這兩家生產半導體製造設備的公司 正在充當代理人 幫助華為獲得受限制的設備 美國政府正在向包括荷蘭 德國 韓國和日本在內的盟友施壓 要求他們進一步收緊對中共獲得半導體技術的限制 華為是這場運動的核心公司之一 也是北京減少對西方技術依賴的努力的核心 同時拜登總統週三前往亞利桑那州的 錢德勒參觀英特爾公司在這裡的一個園區 宣布商務部已與英特爾達成初步協議 向他提供高達85億美元的直接注資 以及110億美元的貸款 以加強美國的供應鏈 並重建美國在半導體製造的領先地位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周二對媒體表示 政府的注資與公司的投資將是美國在半導體製造上 做出有史以來最大的投資之一 越南政府近期強力速貪政局在線動盪 上任才一年左右的越南國家主席 伍文賞近期捲入貪腐案 3月20日週三下午 越共中央召開了會議 接受文務省以個人問題辭去國家主席一職 根據越共中央檢查委員會報告 文務省違反了一些黨員所不能做的規定 他是在越南不斷加劇的反腐運動中 最新去職的最高官員 這也是越南政治動盪的跡象 可能會損害外國投資者的信心 據路透社報導 越南政府的聲明表示 伍文賞違反了黨規 他的這些缺點對公眾輿論產生了負面影響 影響了黨、國家和他的個人聲譽 報導說 越共的最高決策機構中央委員會週三舉行會議 批准了伍文賞的辭職 越南橡皮圖章的國會定于週四舉行特別會議 預計越南國會的代表們 將會在會上確認越共的這個決定 越南的國家主席主要擔任禮儀性職務 但卻是這個東南亞國家的四大政治職位之一 外界普遍認為 伍文賞與越南最有權勢的人物 反腐運動的主要策劃者 年迈的總書記 阮富仲關係密切 被視為是年近八旬的阮富仲屬異的接班人 報導說 越南政壇23年初曾經歷一波震盪 時任國家主席阮春福 應對COVID-19疫情期間一連串的貪腐案 負起政治責任 當年1月請辭退休 伍文賞同年3月2日繼任 伍文賞1970年出生 是越共中央政治局最年輕成員 但是在越南警方宣布逮捕越南中部 廣義省一名前省長幾天后 伍文賞自行寢辞 這位前省長涉嫌10年前的腐敗 他在伍文賞擔任廣義省省委書記期間任職 伍文賞還曾擔任越南經濟重鎮 胡志明市的黨內高級官員 胡志明市因長期存在的 數十億美元的金融騙局而受到震動 目前正在進行大規模審判 有分析表示 像伍文賞這樣具備政治忠誠度的官員 若遭到貪腐案牽連下台 顯示越共反腐沒有禁區動真格 但同時也暴露越共選財用人制度的局限與不足 路透社報導說 一年多的時間里 兩位國家主席去職 令外界質疑 這個體系的可預測性 可靠性和內部運作 不過越南的整體政治管制體系 繼續保持穩定 越南旨在與美國和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 的外交政策也不會改變 近日 有島內媒體報導稱 台灣連江縣漁民發現 馬祖南引島礁被插上了五星紅旗 漁民向台防務部門和海巡署反映問題 卻被踢了皮球 兩個部門互相推匪 誰都不想管 據稱 南引島礁屬於馬祖列島的組成之一 是一座不大的島礁 沒有常駐居民 位置也很偏僻 很少有人能登陸 結果在發現島礁上插上五星紅旗後 漁民打電話報案 台軍卻說那裡不歸軍隊管 應該由海巡署處理 海巡署則說 那裡是台軍管制區域 要台軍處理 這名漁民把事情經過發到網上 吐槽民進黨當局不管此事 還被島內的網民抨擊 既然你看到 怎麼不拔起來 金門東引鄉鄉長則稱 在過去的舊資料裡看到過 這座島礁應該歸東引鄉管轄 但是長期都沒有人管理 原來也沒有問題 可能是因為最近的214惡性撞船事件 導致大陸意識形態作祟 不過這並沒有實質性意義 當然 有島內媒體稱 大陸就是在切香腸 現在是東引礁 未來就是金門 馬祖 澎湖 東沙島 本島西岸 由於政治高壓 經濟下行 中國近年各地的重大事故 害人命案等各類惡性事件不斷 儘管中共登局極力進行言論管控 但強大民怨仍持續在中國各地延燒 前中共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 日前發表文章坦承 包括燕礁爆炸 邯郸 初中生命案等在內 中國近來基層事故出的有點多 形式主義造成基層體系性的鬆懈 各種惡性事故增多的趨勢 有可能制止不住 不過許多中國網友認為 胡錫進只敢提到基層鬆懈 但真正的問題是上層甚至高層 胡錫進根本是在幫高層卸責 胡錫進日前已 這是怎麼了 基層惡性事故近來出來的有點多 為提發文提到 近期中國基層事故出的有點多 包括火災 爆炸和塌樓 也包括邯郸三個初中生 殘忍殺害一名同學 這樣的離奇惡性案件 中國這麼大 雖然這不出事 那出事 但他還是覺得有點不對勁 幾位專家學者私下議論 覺得基層現在躺平的多 忙形式主義的多 心思用來應付上邊的多 真正把精力投到本職工作的少了 往往得過且過 所以各種事故層出不窮 胡錫進說 照理說科技進步了 監測防範事故的工具和手段越來越多 圍繞安全的投入也在不斷增加 中國社會整體變得越來越安全 應該是大趨勢 呼籲真正給基層減負吧 讓老師們專心教育 對每一個學生的情況負責 也讓包括居委會幹部在內的 每一名工作人員 把絕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本職工作上 少寫各種材料和總結 少面對一些上面的視察和調研 少為某個社會或單位的活動 投入過量精力準備 也盡量少開點大會小會 胡錫進最後寫道 讓大家各自都忙該忙的是 中國的社會基層治理品質 一定會不斷提高 各種風險也隨之越壓越低 然而胡錫進的這篇文章 引來大量中國網友的不滿 直指他只敢矛頭指向基層 不敢質疑高層 以及要他直接點出問題根源在哪裡 還有中國網友很酸 胡錫進此文 有他慣常的帶風向風格 總有本事把風向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實際上誰能真正地讓基層減負呢 不就是只有他不敢提的最高層嗎 在未來14個月內 倫敦、華盛頓和堪培拉 正急於三國可能舉行的動盪選舉之前 將澳英美奧古斯協議 擴大到更多盟國 據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報導 一位參與談判的高級外交官 對其記者透露說 日本和加拿大有望在2024年底或25年初加入奧庫斯協議第二支柱 這將是參與國簽署廣泛的軍事技術合作協議 華盛頓、倫敦和堪培拉都擔心 川普若在11月的美國大選中獲勝 可能會退出或廢除該協議 奧庫斯協議於2021年9月首次公布 該協議的第一支柱涉及美國和英國 幫助澳大利亞建造和動力潛艇 該協議的第二支柱 允許三國在人工智能、高超音速導彈和量子技術等領域 開發先進、軍事技術 各方一直設想將第二支柱 擴大到更多的美國盟國 日本、加拿大、新西蘭和韩国都表示有興趣的加入 第二位參與會談的外交官說 拜登政府現在非常努力地推動 在11月美國大選之前完成奧庫斯協議 第二支柱的一些工作 川普可能會在大選中重新入主白宮 一位白宮官員告訴Politico稱 拜登總統和他的夥伴們已經明確表示 隨著我們在第二支柱方面的工作取得進展 我們將尋找機會與其他盟友和親密夥伴接觸 英國將於今年年底前舉行大選 而澳大利亞將於25年5月舉行大選 這篇報導引用的第一位外交官說 美國孤立主義的回歸是印度太平洋面臨的一個風險 如果川普獲勝 西方領導人將會互相打電話詢問 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外交官認為這意味著 在白宮仍有一個支持該協議的政府掌控時 急於讓新夥伴加入奧庫斯協議 外交官們說 如果第二支柱失敗 那麼奧庫斯協議也就失敗了 因為我們本可以只進行潛艇交易 儘管是非常大的潛艇交易 我們非常有信心在今年年底之前 完成一些第二支柱的交易 一位在英國國防部工作的官員也認為 有動力盡早完成第二支柱 而且正在圍繞第二支柱的內容進行討論 外交官們強調 尚未就日本和韓國加入該協議做出任何決定 新西蘭國防部長克林斯最近表示 不能保證新西蘭將被邀請加入奧庫斯協議第二支柱 英國外交大臣卡梅倫和國防部長夏普斯 本周將前往澳洲與澳大利亞同行舉行會談 兩人還將會見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 預計他將公開介紹核心潛艇項目的最新情況 因為堪培拉方面擔心 美國縮減潛艇生產規模的決定 可能會危及奧庫斯協議的第一支柱 好了 以上是本期《萬維讀報》的全部內容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為我們的視頻留言點贊 那讓我們下期節目再會